再来关心的是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 拍戏传出了精神状况不佳 有人就发现她从日本回台的时候 全身包得紧紧的 她的手上还有瘀青 不过林志玲也澄清 拍动作戏码受伤是在所难免 折羊帽Polo衫搭配白色小短裙 一身俏丽网球装扮 不过前一天林志玲在机场 被拍到戴着大口罩 全身包紧紧身上还带着伤 被质疑是不是拍戏压力过大 导致精神状况不佳 林志玲说大家别想太多了 其实因为前阵子有点觉得 大家都在感冒 所以觉得说千万不能感冒 不可以有那种 怕自己免疫力不好吧 所以坐飞机的时候都会戴着口罩 我觉得压力会适度的自己去排解这样 不过可以清楚的看到 林志玲身上确实有不少瘀血 双腿膝盖还有瘀血未散 左大腿外侧也还看得到瘀血 和两个小疤痕 林志玲轻松地说 拍动作戏难免的 目前为止我都觉得 每天工作都非常的愉快 那当然因为拍戏有一些 动作的需要 连当时没有 大概都是身体 林志玲要大家别担心 不过从她身上这些伤 可以看出名模为了转型成为演员 敬业地认真态度 明星为叶欣凯新竹报导 我们下室关闭了 谢谢大家